请问,今年的丽丘有什么讲究吗? 今年的丽丘时间是在8月7日,农历的7月初十,晚上的20点28分交接。 今年的丽丘不一般呀,今天给大家总结了四大特点。 第一个,今年是晚丘,老祖宗讲,早丽丘,凉嗖嗖,晚丽丘,热死牛。 按照老祖宗的说法呀,在农历七月丽丘为晚丽丘,农历六月丽丘则是早丽丘。 而今年丽丘的时间是在农历的7月初十,恰好是在农历的7月份,所以是晚丘。 第二个,今年是母丘,老祖宗讲,丘分公和母,所谓的公丘指的是,丽丘之日恰好是农历日的单顺,母丘则是指,丽丘之日恰好是农历日的双顺。 民间用区分秋天的公和母的方式来推测丽丘后的天气。 老祖宗说,公秋爽,母秋凶,意思就是说呀,公秋会比较凉快一些,母秋相对就会比较炎热。 第三个,今年是闭眼秋,所谓的睁眼秋呢,就是指丽丘的具体时辰是在白天,这样的情况下呀,便称之为睁眼秋。 而闭眼秋则是指,立秋的具体时间是在晚上,今年的立秋时间是20点28分57秒,也就是说是在晚上立秋。 所以说今年的秋是闭眼秋。 民间还有睁眼秋丢又丢,闭眼秋收又收的说法。 意思是说呀,睁眼秋可能会造成粮食的减产,而闭眼秋却预示着有一个丰收的好世界。 第四个,今年是拖衣秋。 有拖衣秋就会有穿衣秋。 其实,所谓的拖衣穿衣秋啊,反映了这一年当中秋季的炎热程度。 拖衣秋,说明立秋之后的一段时间啊,它是比较炎热的。 穿衣秋,则说明立秋之后很快就会凉快下来,需要加衣,注意保暖。 而今年是晚秋,也是母秋。 民间讲,早立秋,凉嗖嗖,晚立秋,热死牛。 还有宫秋爽,母秋胸。 都是在说今年立秋之后啊,会有一段比较炎热的天气。 所以咱农村的很多老人啊,才会总结出来,今年是拖衣秋。 现在,您都了解了吧。